Y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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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真是頂他費 作為上班族的我 當我準備睡覺的時候 Youtube 突然推薦了兩條影片給我 真是吊出聲 官方真是瘋了 就是9月1日凌晨1時突然爆出兩條影片 這個就是我們曹森和黎歐的宣傳PV 因為連宣傳PV都已經推出了 所以我想 算我們單音 風寒月和劍瓶 還有指風兩個詞之後 下次更新的卡詞應該鐵定是曹森和黎歐兩個卡詞 所以作為一個優秀的影片製作者 我們現在這一刻 我們就馬上不要睡著 先看看這兩個卡詞 這次我會稍微分析一下兩個角色的定位 大家可以知道怎樣去處理和分配你的時之印 另外 也會再順便說一說 今次這個7月流火提前推出的看法 都晚了 開始自然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 記得給個訂閱 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好了 首先馬上介紹一下兩隻新角色 我不會無腦推這兩隻角色給大家 但確實是一個簡單直接的評價 我就盡量客觀一點點 首先我們說一下曹森 大家都知道我們曹森是一隻T0的火屬性神角 但曹森最大的特色就是他非常靈活 他的職業的機動力 再加上他自己有遠距離標記 可以說是天地劫最強的高達 但客觀來說說他的實際價值 PVE方面 如果你沒有劍平的話 我絕對推薦大家抽一隻單 但如果大家有劍平的話 你有沒有很想打PVP的話 其實老實說 這個情況曹森就不是超級必要 除非你真的很缺火屬性角色 否則就算你抽了回來 你的隊伍也不會有質量上的改變 但在PVP方面 我覺得本人真的很值得抽一隻回來 雖然如果你說功能性 有時候放雷屬子風打PVP的時候 全隊加機動力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高練度的曹森 輸出爆炸度 連坦克都可以一刀劈死 當然要雷炭 不過自己是一個御風的角色 很多情況造成一換一的局面 即是斬完就有玻璃大炮 所以用起來也有一點技巧 不過如果你不是夏侯儀和劍平都齊齊的人 我覺得無論如何 你都要抽一隻出來 來到黎幽 黎幽我就簡單一點說 雖然大家都神化了黎幽這隻角色 雖然她真的很好用 有美女 但其實黎幽是需要大後期六星的時候才會發揮到她最大的功效 她天賦上面可以上多一個debuff 技能介紹 遲些再跟大家說 配合她有個技能 就是她動完之後可以再動多一下 配合她的天賦 end turn的時候就會放一個debuff給她身邊的人 一回合最多可以幫三個敵人加四個debuff 不死都一身殘 寶師解 debuff都解不及了 所以在PVP上面的表現 真的非常出色 而PVE我本人覺得就是一隻很高的輸出 以及一隻很紅的法師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都是偏向PVP 總結兩個卡詞 其實都是偏向PVP類型 不過儘管如此 兩隻角色的實用程度都不錯 特別曹心是你缺這個火屬性角色的時候 你就更加要抽一隻出來 而黎幽這麼香 你不是不抽啊 不過啦 這裡其實我是比較擔心一件事 就是這樣分開了PV出 然後就沒有再出新的宣傳PV 雖然現在都這麼晚了 我有很大的預感 她是會拆開兩個池給大家去慢慢玩 然後搜門員就是古倫德和韓千索 不過現在都是古的而已 不過如果她真的這樣做 也真的沒什麼辦法 那你就又要抽 而關於這個七月流火 有人會問到七月流火如果開得太早的話 會不會影響一些玩家的體驗 就是會不會影響大家的體驗 又或者如果這麼早開放的話 會不會被大佬屌打 那其實呢 有哪隻遊戲是不會被大佬屌打虐殺的呢 是什麼令你產生了那個遲了一點開放 然後你就可以追得上全新六星角色的大佬呢 那我是覺得如果早一點開放 那大家在自己的段位玩得開心又快樂 那而且又可以給大家多一個渠道去拿到資源 那不是更好嗎 那總之一句到尾啦 你穩住自己的心 穩住自己玩這個遊戲的節奏 PVP在這遊戲的元素來說呢 真是濕濕碎啦 那我們在這裡就坐等各位大佬被技術型玩家打爆啦 好啦 今集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記得給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的話就記得給個subscribe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